大家好,我是乐浪星 今天准备从大彩蛋出发去敦煌 然后出发之前也给浪漫可乐穿上传新的衣服 去迎接我们新的生活 然后去敦煌我就不骑车了 因为经历过那个无人区之后真的身体太虚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辆皮卡 让我可以一天之内就可以到敦煌了 大概坐了4个钟头就可以了 300公里4个钟头就很快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赶紧出发了 上车上车上车 哎哀哀哀哀哀哀哀会上车咯 上车了上车 已经上车了 然后大财跟大彩蛋说再见了 还有您还好 您下车上车的脸 一天都不再这东西 三个人 一天都不再喝了 这只可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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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了5个重头车从大彩蛋终于来到东黄这里了 然后呢 我这里的海拔也从青海高原的3200米降到现在1200米的海拔了 地形也从高原、戈壁滩变成了沙漠平原 怎么说好呢? 这个短短5个重头300公里 一个地形的变化、空间的变化、海拔的变化、还有气候的变化 那要我其实是有点狂酷的 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适应一下 然后呢 现在我在东黄市里面呢已经住了一个客栈了 我待会呢我就骑过去 去到客栈我就可以先安顿下来 之后就去找房子 好了 现在去先去东黄市那边东一下吧 走着走着一边一边游玩一下 一边去今晚就是居住的那个客栈 好了 走了 好的 好 现在已经去到敦煌的一个市中心了 应该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 连多车也多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 敦煌市也是没什么高楼大厦 但是人流就比大财大那边多了很多 现在在走着敦煌的市区里面 生活区 房间还挺好的 来到这个黄行路口 在敦煌的黄行路口 应该是市中心了吧 好了 已经在酒店这边把车停在这里了 然后这里还有个监控 应该停在这里不怕别人偷 因为那边就是街道 不过停在这里 好了进宾馆了房间就这个样子 还挺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住进了宾馆了 应该已经在敦煌的宾馆住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呢 我就在宾馆这边休整一段时间 然后还是要赶快的找到 可以待半年左右的一个地方 安顿下来 然后现在的话就先喂狗狗喝点水吧 然后晚上我就出去外面 买点吃 喂他们吃完再让他们出去 由于这个地板呢 其实是个毛毯来的 所以的话 喂狗狗喝水 我只能让他们去那种 呃 就不是 毛毯的地上喝 不要弄脏 弄脏酒店喝 就很不好了 然后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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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在 这里乱拉料啊 料事了我要赔人家钱了 知道没有 要想 格外小心点 浪浪到无所谓 浪浪其实 就很很乖的那种 可乐的话 社会话还是要 继续训练一下 那么喝完水了 我待会出去给你们买东西吃 现在的话我就先把这个制热饭先吃了 肚子也 现在的话肚子也饿了 下午五点钟还没有吃晚饭 中午饭都还没有吃 然后呢我就 呃 之前 出发之前买了一个制热饭 就是担心在路上没得吃嘛 然后 结果一下子就开到来了 嗯 现在就先把这制热饭吃了它吧 呃 然后我点的这个呢 这个叫是红烧牛肉饭 嗯 里面还有三袋水 吃热饭的话 我看怎么弄啊 这是啥 应该是调料包 米饭 这是米饭 嗯 还有 这个是发热的 就是把水倒进去就可以 就行了 哎 我看 怎么弄啊 怎么弄 应该是 嗯 有三个 有三个 米饭放中间吗 好了把这个制热米饭呢 里面的材料都倒出来 不过有一点我是十分的不满了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啊是 真的失败透顶了 他把这个 网呢 分成了三层 但是他说明书又没有说 哪层是放米的 哪层是放菜的 哪层是 该怎样怎样的 就 你干脆把这个横杠都取消了 直接全部放面 放放材料再放水 一锅灯不就好了吗 翻三层又没有说明书 太失败了 这个设计 嗯 多化石天竹 嗯 再看一下 哦 熟了 这米 还有菜 都熟了 那我吃一下 啊 不要乱 捣乱啊 啊 把这里当成你们家了 这只是猪的 不要捣乱啊 尤其是里亚克勒 不要在地毯上面杀了 不然 不然 卖的里都 不够低啊 知道没有啊 好了 现在尝一下这个 制叶饭 嗯 红椒柳肉饭 米的话已经熟了 很软了 然后呢 里面还有肉 有一些菜 看看 嗯 这是 鸡蛋吗 我也不知道是啥 吃一下 嗯 果然是鸡蛋 这米吸水还是挺厉害的哈 把那些水都吸干了 嗯 然后味道的话 感觉 还是挺好吃的 越疼疼的 越疼疼的 也算越疼疼的 米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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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好啊 这个饭跟 外面餐馆吃的饭比的话呢 我就感觉会清淡一点 没有外面饭馆那么多 就是重油啊 重重盐重油 吃的比较清淡 我是比较喜欢清淡的那种 嗯 嗯 也也能理解要是重油重重盐的话 调味料前都上去了 不过正好我喜欢比较清淡的 但就是肉可能就比较少了 主要蔬菜比较多 肉就那么几个 嗯 哎 这个 嗯 主要还是靠米饭啊 靠 来撑肚子吧 嗯 把它吃完 不然就浪费了 哎 不过味道还行呢 不算太差 啊 看到没有这么大一颗 红烧牛肉 是牛肉吗 应该是牛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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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 等吃完这个呢 我就又要下去 拿一点 让让可乐吃的一些食物才行 刚刚放开了可乐 然后它就在这边 撒料 还好我 自制的早不然一大摊 哎 那收拾起来太麻烦 可乐监狱里的表现的话 我就不能放你自由了 嗯 嗯 你就这样拴着吧 等到 我能确保你 不乱 拉的话 我才放开你哈 因为这是 毛毯来的 嗯 知道没有啊 你要 改一下这个坏习惯了 真的是 好了 现在我已经出来了 嗯 然后呢 狗狗还没有吃饭 我出来主要是想 搞些 买些东西给狗狗吃 虽然 嗯 自己 包里面呢 还有 狗粮啊 鸡松油之类的 但是我还是想 弄点 热的 有条件了 还是弄点好吃的 给狗狗吧 嗯 来到鲁柚店 要了两个猪耳 50块钱 45一斤 回来了 买了 他的猪耳朵 还有狗粮啊 都混在一起 然后 好了很多了 我现在可以喂狗狗了 因为 这个是毛地毯啊 所以呢 在外面 毛地毯吃 会弄脏那个地毯 很难洗 所以的话 我就 让他们在卫生间这边 瓷窗这里 吃比较好 方便一点 让他们吃吧 呃 这都是狗粮啊 换了那个 猪耳朵 嗯 捻一份 给他们吃 不够了 还有 然后也喂过他们喝水了 哦 那么快吃完了 啊 还吃吗 再给你们添吧 来 第二碗第二碗 可乐可乐 你吃这边 你吃这边 可乐 你吃这 你吃这里 第二碗啊 不够在家 嗯 他们现在就 把肉 只把肉吃了 狗粮不吃了 啊 光吃又不吃狗粮啊 嗯 算了 嗯 你们应该是吃到了 好 好了 带上烂烂可乐 出来 放风 溜达一下 嗯 睡觉之前 让他们小解一下 啊 溜了你们 有大半个钟头了 我们现在回去吧 外面太冷了 说起冷的话 突然发现 其实现在也不是很冷 跟大彩蛋那种冷的话 好像也没得比 要是现在在大彩蛋的话 天黑了 哇 那个手啊 早就冻僵了 不过这里 我感觉反倒有点凉爽 嗯 嗯 可能也因为那个海拔低了很多嘛 毕竟大彩蛋3200海拔 敦煌的话1200 嗯 温度就提高很多了 虽然也冷 对于南方人来说还是挺冷的 但是对于我这个在大西北 待了那么多年的一个 呃 西北化的一个广东人来说 其实也不是很冷的 嗯 回来了 然后呢 溜了他们大半个钟头之后呢 却 已经确保他们 就是特别是渴了 不会在屋里面 拉撩啊拉死啊 就可以放开他们了 让他们好好休息